我們現在用 Google 表單來代理各位做一個記帳表 也是一樣網址我們就直接打 homes.google.com 然後我就開一個新的表單,在右下角開一個新的表單 然後先打標題,比如說日常記帳表 然後帶到標題裡面 那另外呢,接下來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看看你有沒有需要用日期 因為有時候也許你過了兩三天之後 你才想到說,我現在才有時間去記兩三天前的事情 這也是不無可能的 那如果你有需要日期,等一下可以加日期 那通常我們比如說第一項是品項 品項 品項 然後呢,品項我想說幾種方式 比如說我可以把常用的 比如說加油 然後第二個,如果我說是那個 那個 就是 薪水 第三個 可能是 那個什麼 再來看什麼 如果有人中發票的機率非常高 好不好,那就中獎 或者是 意外之財 隨便 我的薪水不見 打完了之後,enter 下來 那個什麼 小發財 小發財 隨便寫 然後呢,另外還有什麼 比如說你今天另外可能會支出的是買菜 還有 那個什麼 餐 那個什麼 三餐 等等的 那 你可能把可以常用的寫上來 那不常用的怎麼辦呢 不常用或者額外有特別的 你可以用這個 新增其他 新增其他 看到的結果長什麼樣 你各位看一下喔 你這裡來點眼睛看一下 品項這邊 你可以選其中一個 其他的就是你可以打字 其他只有一項而已 你可以打字 比如說 這時候假設我是 那個什麼 那個 繳學費 好 你看他就自動選在其他 所以其他可以用選擇 但是其他的部分 是可以讓你用填充 可以嗎 這是 我在瀏覽的情況 好,再回來 品項已經有了 那我接下來增加一下 好,而且齁 這邊齁 可以的話 你自己把自己 送出空白的 你把它設一下畢業 然後再加一個問題 接下來是 支出 或那個什麼 支出或那個收入 好,那選擇題 這裡我選支出 這邊 這邊 新增一項 叫做收入 好 然後呢 再加一項 這邊也寫避典 好 怕自己留空白了 好 再加一項 這時候是什麼 那金額 金額 金額就直接減答 但是我們可以多加個驗證 數字 然後是整數 選整數 好不好 數字整數 OK 好,然後也併演 其實很簡單 我只要這三項就差不多 當然如果說你要日期 日期,我再加強日期齁 然後呢 這是那個 收支日期好了 日期 好 欸,至少你看它自己偵測到日期了 OK 好,那我就日期就好 也是幣點 好 假設這個記帳表我已經做完了 我就放四項 第一項是品項 第二項到底是支出還是收入呢 第三項是金額 第四項是日期時間 好 那這時候 我就可以做預覽 好 這就是自己的記帳表 然後呢 我先縮短網址一下 雖然是自己用的 我先縮短網址一下 GG.GG 或者不要縮短網址好了 我用QR Code也可以 然後接下來我要弄在手機上 來,請各位看我怎麼用 好 好,來 我把這邊縮小一點 等一下各位設計記帳表可以 暫時不用設計了 然後等一下各位願意的話 你也可以把我的這個記帳表先 但是 練習而已 你到時候不要拿我的記帳表記 你拿我的記帳表記 到時候你的帳單 那個記的帳群都到我這裡來了 OK 所以不要弄錯了 只是讓各位練習 把這個記帳表怎麼弄到手機上 你看喔 來,我先用QR Code 對不對 然後我去掃一下QR Code 我的相機就會掃QR Code 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 上面我按連結 是不是就到這個頁面了 可以填的頁面了 好 到可以填的頁面之後 然後 我以後 走在路上沒有QR Code 可以讓我掃啊 我怎麼掃到這一頁 好,來 有沒有大家掃一下 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操作嗎 好 如果大家掃好 如果這個已經掃好了 我怎麼做 今天有人是Android的 有人是Apple 沒關係 Android的話 基本上是用 Chrome開啟 好,所以現在是 Chrome開啟喔 然後接下來 我怎麼把它變成桌上的一個小捷徑 各位可以看喔 這個 Chrome 右上角有一個三個點點 等一下 Apple 我等一下再講 這個有三個點點 按下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 加到主畫面 就這麼簡單 然後 你這邊 小圖式就長這樣 然後 名稱叫日常記帳這樣 新增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就是新增之主畫面 好,來 那我們就 這邊就 我看一下這個可能 好,我先自動新增就好 好,來 我回到首頁 各位有沒有看到首頁就有一個 好 以後你加油 點開 到這裡就可以開始點了 比如說我現在這是加油 好,我加油是支出 然後呢 金額花了多少錢 假設這時候是騎摩托車加油花了140 然後日期呢 點一下 就出現日期了 然後今天是6月2號加油的 設定 提交 做完了 第一個記帳就記完了 好,然後 然後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電腦裡面 這邊就有一個回覆1了 欸 就有一個 試算表了 有沒有 試算表你也可以點開來 放在日常記帳表回應當中 建立 你看是不是就看到了 這裡 有沒有 好 那我可不可以先請各位 請各位幫我一件事情 先幫我一件事情 你幫我把剛才的這個日常記帳表 每一個人都幫我填一筆好不好 隨便填一筆進去 然後有金額有收支 可以嗎 以正常的記帳方式幫我 因為我要 我要有一些項目 然後到時候來跟各位講 你在哪個地方可以做結算 OK 各位都幫我填一筆 來如果還沒少的話 來給各位 好 那我也錄影先到這個地方 等一下在後面講 在試算表 可以自動幫你做結算